老太太走到老鼠洞口蹲下来 吱吱地叫老鼠出来了 老鼠啊老鼠 你替我把屋子从这个角落到那个角落 全打扫干净 要不然我就去告诉猫 猫啊猫 你给我把杯子盘子都洗干净 要不然我就去告诉狗 猫于是把杯子盘子都洗干净了 接着老太太去叫狗 狗啊狗 你给我把床收拾干净 把窗子打开 等你做好我赏你一根大骨头 老太太把这几句话说了一遍又一遍 雨终于哗哗地下起来 决心要把老太太淹没 可是老太太已经躲到一颗 无头草的叶子底下坐着 雨沙沙地落到洗衣桶里 把衣服全部冲洗干净了 我都活了几十岁了 像现在这样小气的南风 还没见过 虽然我都变得像茶池那么小 但南风也不能把我给吹起来 太太说 再过一个钟头 我家的老头子就要收工回家了 他到家之前 我得煎好三十张饼 嗯 我得做了